要说明如何制作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然后下雪 好,那么首先我们将我们的环境整个做一个Reset 好,回到我们的基本造型 那我们按我们的X键Delete Delta 然后我们按Shift加A,产生一个Cube 那在这个Cube上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些Detail 所以我们进入到Edit Mode 切换到Edge 然后我们选择Ctrl加R 产生一个中线,按右键 可以确定在中间的地方 然后再按左键离开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左键点击这个Edge 然后按G,再按Z 这时候我们可以保持在往上的这个Z轴做移动 然后确定要位置以后,一样按左键结束 好,接着我们选择中键滚轮长压 我们可以旋转我们的场景 然后选择键盘上的3或者是按这个Face 我们选择下面的Shift键压着 选择下面的另外一个面 然后按着S轻轻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Y轴的方向的Scale 所以我们按Y 它会针对我们的Y轴做Scale 所以我不希望在各个面向上都有一个缩放 所以我们限制它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移动不要一下子都这么大 那么你可以按你的Shift键 就是长压你的Shift键 那可以得到比较细节的调整 好,假设这是我要的一个房子的基本造型 那接着呢,我们一样是保持在这个Face的Mode 然后按着Shift键点另外一边 这时候我按ShiftD 它是一个复制的功能 但是这个复制的功能呢 基本上还在同一个Object里面 所以我按右键让它保持在原地 并且按P键可以选择把它Separate 成为另外一个物件 那我们直接按Selection就好了 所以现在画面上我们回到我们的Object Mode 画面上我们其实有一个Cube 它是Original的这个房子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那么另外有一个Cube001 这个Cube001就是刚刚Separate出来的这个屋顶的部分 那为了方便我们做 如果我按右键可以离开 就不会移动到它 那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命名 譬如说我Double Click 叫做Roof 那另外一个命名方式是选择键盘上的Function 就是Function有F2 那我们就叫做House 所以你可以Double Click在这里 或者是直接用F2 来做两个物件 所以我们在这里 接下来做House